鲁龙这块地,百余年写满了不服,就连刚蒙有余的李克用,也只是鲁龙人干掉上一任杰鲁石的工具人。 当然,李克用失去鲁龙,也有自己的问题,他太过自我,太不通情理了。 杰鲁石大人,今天的新舞的演绎,咱们讲讲李克用是如何遭到鲁龙流人公被刺的,我是杨立辉。 前宁元年,公元894年,李克用在鲁龙将领流人公的请求下,发病鲁龙,打败了鲁龙节度使李宽愁,于第二年正月正式入主鲁龙。 不巧的是,李克用还没来得及消化鲁龙,河东传来了王科求救的消息,李克用只好匆匆地离开了鲁龙,离开前,他留流人公和河东将领一起主持鲁龙兵政, 名义上,以留人公为主,实际上,李克用是通过河东将领,遥控罗隆。 贵州有兄弟三人,姓高,老二名叫高斯基,老大老三叫什么史书上没有记载,他们出身军人设家,祖上一直说为怀荣。 兄弟三人从小学习武艺,各个英雄豪气,名正边关,特别是高斯基,使得一手好枪法。 他不仅枪法了得,权法也非常致命,后世著名的司机权,据说创始人就是高斯基。 李克用虽然赶走了李邝筹,但并没有杀鲁龙旧将,高斯兄弟在军中威望很高,流人公管理鲁龙,自然要拉拢鲁龙旧将。 他受高斯基的哥哥为先锋指挥师,高斯基为中军指挥师,高斯基的弟弟为后军指挥师。 高斯兄弟,自军有方,麾下将士都是勇猛之士,流人公很是忌惮他们。 李克用也知道这兄弟三人不好管理,临走时,他私下交代流人公。 高斯兄弟三人,势力超过了军府,以后必为燕帝大患,你要早做防备。 留在幽州的何东兵,仗着李克用撑腰,多行不法之士,高斯基军纪严明,他看不惯作乱的何东兵,斩杀了很多违法军事。 李克用直到后,大怒,派人责备流人公,流人公把责任全部推给了高斯基兄弟身上,于是李克用就下令猝死高斯基兄弟三人。 流人公心中有愧,觉得对不起高斯基兄弟,也有拉拢其余将士的目的,高斯三兄弟死后,他把高斯基哥哥的儿子高兴归和高斯基的儿子高兴周收留在自己的身边,后家安抚,还让高兴归做了自己的哑将。 高斯基善于用枪,他的后代也是以枪法闻名,高家在五代甚至是宋朝,地位都很显赫,被称为高家军。 小编之前做过一期高家军特辑,有兴趣的截斗士大人,可以去看看。 杀了高斯基兄弟,流人公基本掌握了卢龙,他对李克用很是恭敬,对于当时的卢龙来说,流人公是皇帝,李克用就是太上皇,二人关系还算融洽。 后来,在李克用的宝具下,流人公正式被受为卢龙截斗士。 不过,流人公的这个截斗士依旧是个傀儡,卢龙大权依然掌握在李克用的手里。 李克用让河东将领掌握卢龙基要部门,就连收上来的租税,留够卢龙自用,其余的都要全部运到静阳。 这还不够,李克用对外打仗,还要求流人公派兵跟随。 公元896年6月,唐朱里叶东桃化州,他派人向李克用求救。 此时的李克用在卫博损兵折将,还有数千人被隔绝在了远运,实力大损。 他写信给卢龙,承德,义武等地,要他们和自己一起输兵,共凭关中。 流人公被李克用压榨,心中早就有了不满,两年来,要兵要粮,实在没把流人公当盟友看,妥妥地看成了小兄弟,部下。 这一次,流人公托辞,说北方的契丹侵扰,自己必须要全力应付契丹,等打跑了契丹,再发兵支持李克用。 李克用等了几个月,依旧见不到流人公的兵,再次派人催促,这一次,流人公干脆装着不在线,直接不回复李克用。 李克用多次派人催促,流人公就是不出兵,加上李克用这时候和卫博对战,损了很多人马,他一直等不到流人公的兵马,生气了,直接写了一封信责备流人公。 流人公也怒了,他把李克用的书信一把摔在地上,大骂李克用,还囚禁了李克用的死者,然后下令抓捕所有在幽州的河东将士。 这些河东将士早就觉得流人公不对劲了,时刻留意流人公的一举一动,他们得知流人公囚禁了河东使者,都赶紧地逃离了幽州。 流人公的举动,算是彻底地和李克用决裂了。 李克用大怒,他觉得自己养了只白眼狼,决定亲自带兵,讨伐流人公。 公元897年9月,就在朱温七万大军南下的同时,李克用的大军也从晋阳到了安塞军。 安塞军是卢龙在豫州边界设置的一个据点,一个小小的据点怎么能挡得住李克用,河东大军很轻松地就打了下来。 幽州这边,流人公得知河东大军来了,派麾下肖将善可吉带兵迎战。 善可吉可不得了,打仗很猛,有个外号叫善无敌,他也是流人公的妹夫。 他带兵赶到安塞军的时候,这里已经失守,他知道李克用肯定会继续前行,就安排布下杨斯坎,埋伏在木瓜间,自己想办法把河东军引到埋伏圈。 李克用这边,他手段得胜,心情不错,而且他特别喜欢喝酒,上次在上元役就是自己酒后食言,才惹出来这十几年一脑门热的事。 但李克用从来没想过戒酒,这一次他又喝高了。 河东的前锋部队探知幽州兵到了附近,赶紧来禀报李克用。 李克用迷迷糊糊,听说幽州兵到了,还以为是流人公亲自来了,就问道, 流人公在哪儿? 部下回答道,来的是善可吉。 李克用瞪着眼说, 说吧,下令,全军出击,何东军听令出战,当天大乌满天,能见度极低,稍远一点,根本看不清人脸。 善可吉一路战一路退,很快就把何东军引入到木瓜舰。 木瓜舰的杨斯坎见何东军尽了埋伏,一声令下扶兵四起,何东军大乱,仓皇后退, 幽州兵乘胜追击,何东军损失惨重。 就在何东要全军覆没之际,突然电闪雷鸣,狂风暴雨。 幽州军不敢再追,这才让何东溃军逃出生天。 这老天是多么喜欢李克用啊,上元一致便师,已经用乌云,雷电,狂风暴雨,救了一次何队的李克用了。 没想到,十三年后,又是这招,救了依旧大队的李克用。 何东大败,总算是惊醒了李克用,他竟然丝毫不自责,还直骂带兵的李存心等人。 我醉酒勿士,如等为何不吉利劝阻? 李存心吓得趴在地上,磕头如捣钻般的求饶。 李克用想想,这件事主要责任在自己,也就没难为李存心等人下令撤兵归河东。 这几年,李存心可以说是李克用最信任的人,攻打成德,围攻行明,南下亲王,支援演运,包括这次讨伐鹿龙,李存心都是统兵守将。 就连上次环水之战,李存心因战斗不利,致使李克用张纸李洛罗,落马被俘,李克用都没有怎么处罚他,可见李克用是多么的喜欢李存心。 木瓜剑大败,李克用不自省,却把责任归到别人没有吉利劝阻,可见他是多么的刚愎之用,喜怒无常。 距离李克用最近的李存心,深刻地体会到什么叫半君如半虎,从此之后,李克用再给他安排任务,他就称并推迟,逐渐地退出了河东核心领导层,这是聪明人的做法。 又多这边,木瓜剑大圣,刘人公论功行赏不必多说,他还写了一封咒章,说李克用无故讨伐自己,自己已经在木瓜剑大败河东军,请求以自己为统帅,讨伐李克用。 此时的皇帝李业,把李克用视为自己的靠山倚仗,怎么可能会同意这种请求,就拒绝了刘人公。 刘人公没有得到朝廷的支持,转而写信给朱温,希望和朱温结盟。 此时的朱温正在怀南有名,听到刘人公背叛了李克用,还打败了他,自然大喜,他上表奏请加刘人公为同频仗势。 李业可不敢得罪朱温,就下诏收了刘人公为同频仗势。 刘人公清楚,李克用这次战败只是暂时撤兵,等他缓过来,还是会来打自己。 就写了一封信给李克用,信中说,自己打了河东,心中十分不安,表示以后依旧以李克用马首实战,希望李克用能原谅自己这一次。 李克用并不领情,回信说道, 你仗着有了朝廷的节约,就以为能立法治民了,你提拔人才是希望他们能感念你的恩德,权拔将领是希望他们能仇谢你的恩情。 然而,你自己都做不到,怎么能奢望别人这样对你?你现在送来誓言,又能说明什么呢?我可不敢相信,我料想你以后会因为猜忌骨肉,疑心拱骨而遭到报应。 刘人公想左右逢源,没能如愿,李克用这次打败,短时间很难再来攻打自己,自己要趁这个机会,快速地装大。 公元898年3月,刘人公发兵,攻打南边邻居卢燕威。 异昌军记录是卢燕威,咱们前面提过,不是啥好鸟,性格残暴,对临近藩镇也不怎么礼貌,经常和刘人公争利。 刘人公很自然地就要拿他开刀,他让自己的儿子刘守文带兵,偷袭昌州。 卢燕威没有防备,吓得带着家人逃出了昌州,他原本是想投靠卫博的罗洪信。 罗洪信这么多年和卢燕威打交道,也很不喜欢这个人。 就算卢燕威逃到了魏州城下,罗洪信依然拒绝了他。 卢燕威无奈,继续向南,奔汴州,投奔朱温去了。 卢燕威逃了,异昌军的昌景德三州,自然被刘守文收入囊中。 刘人公就让刘守文做了异昌军刘后,然后上表,请朝廷受刘守文为异昌军节度使。 朝廷又没同意刘人公的奏情。 刘人公打败李克用拿下异昌军之行星爆棚,他觉得自己有如天主,就算拿下整个合硕也不无可能。 所以他对朝廷再次拒绝自己十分恼火,当着前来宣址宗使的面,十分傲慢地说道, 节度使经节,我自己就有,只是想让长安发个正宗的而已。 朝廷为何要屡屡拒绝我的奏情,希望朝廷给我个说法。 刘人公说的长安指的是朝廷,其实这个时候,皇帝还在华州呢, 长安只有李茂甄在努力地重修造宫殿。 宗使也不好说什么,只能回转华州,禀明李叶。 李叶对藩镇割据见的太多了,自然不以为意, 他想的是如何尽快地脱离韩剑这个恶魔。 刘人公见朝廷为理自己,再次写信给朱温, 现在他占了两阵,觉得不得了了,邀请朱温一同讨伐李克用。 此时的朱温也想通过获得一场胜利,来消弥亲口之战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人一拍即合,没想到,他们这次行动真的给何东带来了巨大的危机。 也正是这一战,何东另一位明星统帅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那李克用能挡住朱温和刘人公的联军吗? 这位明星统帅是谁呢? 咱们下一讲,继续分解。 看到这里的杰斗士大人,点赞了,点赞了,祝杰斗士大人, 也有李克用这样的好运气,一直能得到老天的青睐。 谢谢大家,我是杨磊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